博古通经之多少 给自己一个权力的象征啊 再去蛊惑把他分为老大的臣民 相信朋友们经常在电视剧中 看到想夺得皇位的一些人 为了得到他 争得头破血流 据说 获得传国玉玺 就能够得到上天的认可 成为中原真正的王者 也会被臣民们认为是正统的王朝 今儿个啊 我们就来揭开传国玉玺的神秘面纱 公元前二二一年 秦王嬴政厉害了 灭了六国 在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了中原大一统 成为了第一任老大 随后建立了秦王朝 还给自己取了个相当霸气的称号 秦世荒 中国至此进入到了封建王朝时代 作为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人 秦王也是非常自信啊 认为像自己这样的人物 那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啊 这时候他就想搞一个凭证 来证明自己的地位 秦王就使用他朝思暮想的和事币 至成至高无上的玉玺 还让自己丞相李斯 在上面雕了八个大字 受命于天 祭寿永昌 这八个大字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我受上天的任命 所以一定会国运长寿 永久昌盛 本来希望这个皇权的象征 能够世世代代 在自己的子孙手中传下去 拥抱江山 秦王的愿望总是美好的 现实总是残酷的 没想到秦朝这么短命 仅仅十四年就凉了 其末断世 刘邦赢了 传国玉玺也被孝纳了 西汉末 王莽准备篡位 这就需要玉玺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当时 玉玺由他的姑姑掌管着 也就是汉校园太后 王正军 太后对刘家比对王家秦啊 就是不交出玉玺 最后 王莽实在没辙了 准备霸王硬上弓 逼迫姑姑交出玉玺 这下可是伤了太后的心 哭骂着将玉玺摔倒在地上 玉玺被摔掉一个脚 这下把王莽心疼坏了 没办法 只能用黄金补上了 但是玉玺还是留下了狭痕 汉长末年 玉玺被孙坚抢走 又被袁术捡了 袁术高兴坏了 顺手撑了个地 结果惨遭群殴 玉玺到了曹操手里 曹丕避汉县地 善未给自己 自己用玉玺建立了魏国 曹丕还划舌天族 派人在传国玉玺的肩部 刻下大魏受汉传国玺 之后三国乱世 未进南北朝中 不断更换新东家 随朝灭亡后 玉玺被削皇后 带到大漠之中 李世民一怒之下 派人灭了突厥 终于把玉玺抢了过来 唐末世 玉玺又被后堂拿走 李从科不讲武德 竟然抱着玉玺自焚 后进在大火里 啥也没找到 嗑了个宴品自己用 后来连假货也被抢来抢去 一直到宋朝 一位热心群众说 自己种地时 找到了玉玺 朝廷快马驾鞭 让当朝十三位骨灰 及古文专家鉴定 没想到是真的 这是天下人不信 说了 骗鬼呢 丢了这么多年 说找到就找到了 秦国也想弄清楚 于是连石头带皇上 一起抓走了 蒙古踏平中原后 看不懂石头上血的啥 随手丢到一边 一直到康乾盛世 又有热心群众说 自己挖黄河 找到了玉玺 但这次是假的 从此以后 就再也没有了 传国玉玺的消息 这传国玉玺的石生 可谓是颠沛琉璃啊 清朝覆灭以后 就没有皇帝了 玉玺也不再是皇权的象征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 出现了无数令人扎舌的奇珍异宝 有传世名画 清明上河图 有天下第一剑 月王勾剑剑 小编认为 这些宝物都比不上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 据史料记载 是由和氏璧制成 和氏璧被封为无价之宝 在那个年代 和氏璧非常稀少 物以稀为贵 自然和氏璧就非常珍贵 就算是拿城池来换 皇帝也不换 在这里小编给朋友们讲一个故事 楚国有一个人发现了这块玉 然后就把这块玉献给了楚王 然后楚王得到了这块美玉 那是十分爱惜 都不舍得打造成玉器 后来落到了赵徽文王手里 秦王听说了 就派使者告诉赵王 他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 秦王那是出了名的阴线狡诈 赵王惹不起秦王 又害怕到时候 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 他就是令向儒 相信朋友们都知道 完毕归赵的故事 讲的就是通过令向儒的机制 和氏璧完好的回到了赵王手中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 和氏璧到底有多珍贵 传国玉玺不仅制作材料珍贵 他还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国宝 是国宝中的国宝 他见证了中华民族最为强盛美好的 秦汉唐等大朝代 传国玉玺具体是什么时候丢了 谁也说不清楚 丢了也影响不了后世的皇帝 继续做印章 不过后世的印章开始越做越大 很多朋友好奇了 为什么越做越大呢 因为皇家用厚重赋予了印章的威严性 皇帝觉得 我做的越大 我就越有威慑力 从记载中 我们能看到 最早的地厚印章 就是这枚皇后之息了 特别的小 边长只有2.8公分 重33克 那乾隆时期 最大的印章有多大呢 边长就有20多公分 一个印章的面积 是汉代这张的50倍 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 其实是因为 过去对印章的含义认识不深 用到的地方也不是很多 小一点的印章就方便携带 朋友们知道 战国时期有个叫苏秦的人吗 身挂六国象印 如果都是乾隆年间的大印系 这走路都走不利索 战汉时期 印章还有保密作用 比如我们现在的加密文件 没有密码都打不开 战国秦汉时期 纸张还没有发明 当时的书籍文件啊 都是写在竹简或者博书上 有些文件在传递的时候 需要保密 怎么办呢 就用丝绳把博书捆扎起来 打上截 然后用一块软泥 将绳截封住 再在软泥上盖下印纹 这样的传递过程中 信使就不敢撕拆头盔 就起到了保密作用 说到后世的玉玺 不得不说的是清朝乾隆年间 那时候传国玉玺 仍然是毫无音讯 可是乾隆帝却是位玉玺达人 他一生共制作了 1800多方玉玺 1746年 乾隆皇帝还挑出了 他最满意的25玺 史称乾隆25宝 这25宝的用途各自不同 如皇帝之宝 用于遇到喜事或者丧事 发布赦免罪犯或者简行的诏书 如皇亲尊亲之宝 用于暴风赞美的称号等 为什么会选25宝呢 是取义周一里的天数 二十有五 希望设计江山能够传到25代 有史料记载 交代殿内一共是39方玉玺 其中放在正中的一方 在一场鉴定大会上 从有人鉴定 这方是个宴品 乾隆爷是个行家 怎么会收藏一个假货呢 在当时 乾隆爷知道这是个假货之后 他并没有大发雷霆 还哈哈大笑 乾隆爷说 为君最重要的是有德 而非儲保 德越重 传国玉玺就越有价值 只有将国家治理好 得到人民的信赖和衣服 传国玉玺才会有威望 才会发挥作用 才真正代表着皇帝的权威 如果没有德 还非要霸占传国玉玺 那必将遭到人民的反对 作为一代明君 乾隆爷对待玉玺的看法 果然与众不同 有一次 小编在央视的寻宝节目中 看到了玉玺的身影 蚩宝人是一个身着朴素的大叔 蚩宝人说 这是他一个姑妈 在1960年 从荷兰的一个贸易商那边买的 光绪的宝印 说完几个顶级专家就进行了一番鉴定 专家说道 这个玉玉至白 非常致命 但是这里还有一点点绿 这是戈壁滩里边的玉 这个玉也不比和田玉差 是当时轻功存料里选出来的 上边的钮是蛟龙钮 底下光绪玉比之宝 字体圆润 雕刻金道 应该是光绪的真品 此时大叔已经汗流加倍 别说这位大叔了 小编也是替他捏了一把汗 2011年 北京拍卖了一方 嘉庆玉比之宝 和这块的尺寸钮是一样 不过是和田碧玉 成交价是3700万元 专家分析 白玉比碧玉的玉制来得好 但是时间上嘉庆来得早 专家认为 这方玉席2500万左右 这位大叔无比幸运啊 股价令小编瞳目结舌 小编的心都跟着起起伏伏 希望这些国家珍宝 都能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上下5000年里 秦始皇的传国玉席 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国宝 因为传国玉席流传十几个王朝 历代史书都有记载 这颗玉席的价值根本无法估量 只能说无限逼近神物级别 如果传国玉席重现于世 那该是多么的震撼 对传国玉席有研究的朋友们 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知道的故事 让小编开开眼界 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文物故事 也可以给小编留言哦 今天的素卖品文物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转发点赞加关注哦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